一生最美的祝福报导团马不停蹄 将福音带到全香港 今次就去到长沙环和西贡区 一如以往 报导会联同当区的教会合办 不如先去看看长沙环区的情况 今次报导会在学校里面举办 人头涌涌 合办的教会都很踊跃邀请人来到当中 我想如果说邀请和平时有点不同 因为今次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报导会 我觉得可以是一个互相刺激那种热成 鼎姊妹都会受感染的 因为我们本身教会都有探访基层 我们都会有这一类 可能都会有邀请的 而今次这样 这样我们的网络要扩阔一点 就不是局限于自己教会 在外面有些人都会邀请他来到当中 例如另一间教会在街尾 我认识他 我都叫他帮忙 他宣传 我想相对来说 表面上 四间教会合作 但其实有些其他教会 我们都会叫他 他们都肯邀请 帮手邀请 即是在网络上的阔阻 多了人力 我想这个是合作的 在资源上 人手上 虽然好像很多 但是能够抗出去做 我感觉到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因事 可以互相配搭 我自己最差就是行政 所以特别后期 我看到那种 要编那些陪谈员 那些招待 其实是很繁琐的工作 我看到其他三间教会 是做得很好 就是那个配合上 不同的人 不同因事 例如我们自己的教会 可能事前 就很有恩典 去找到一些宣传的机构 我觉得是一个配搭 一个配搭 还有一个 我觉得好像信徒 摆在一起 那种点燃那种火热 报道会之前的粉卿会 亦都激励了很多弟兄姊妹 整个报道会 除了传福音之外 粉卿信徒 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在粉卿会里面 我们自己的信徒 不单止被外基金的异象 和他们真的在十八区 在中国和全球的工作 激励起来 预备了他们的心智 去参加我们 跟着推动三幅的聚会 真是很奇妙 这么多年都没有试过 推动三幅 是如此热切的 各个回应 我们很相信 这个粉卿会 粉卿了他们的心智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报道团 亦都没有停下来 继续去到不同区 举办报道会 而这一天就在西贡 还是第一次举办 因为听牧者说 西贡区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地方 他们自己有风俗习惯 每一次做报道会 人数都会比较少些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 又不是 神所定的工作 亦是很祝福西贡区的居民 西贡区的居民 比较特别 他们人口很少 只有2000户 所以我们在派单章的时候 我们都担心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团队 而且真的很有经验 所以我们各个学校 就是我们西贡区的教会 几间教会去联合做 基本上我们想到 什么就是做什么 但是发觉原来他们很专业 令到我们 起码我来说也学了很多东西 带领不同聚会的单位 亦都用不同的方法 带人认识主 因为其实在这个社区里面 都比较多一些的长辈 他们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 会听很多这些月月的流行曲 所以特地找了一些 二次壮作的歌 就将这些流行歌 将一些信徒的生命感恩摆下去 以至希望可以和这些街坊 有多些的共鸣 和一起去分享神秘我们爱 我信了耶稣三十多年 是不是一信我就很好 不是 最初我依然在这个社会里面去追逐 每次我来求神 给我看看观众 或者是在座的朋友 是 他的反应如何 他想听些什么 我不是希望投其所好 但我希望 和他们的生活 是能够产生一些共鸣的 如果我和他们的生活 完全产生不到共鸣的话 我觉得就浪费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一直不断思考 将我自己在生活上 和生命上所接触的 希望能够透过上帝的帮助 去观察到他们 或者哪些是会对他听 而从而带出耶稣的信仰 他们就用尽方法将福音传开 那你呢? 不要浪费任何一个机会 向身边的人传福音 降到第3 capacity 空山河河河河 Где 温暖山河河河河河河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